來關心了中共二十大 就是明天16號登場 在上週十九大七中全會結束之後 透過兩個距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在二十大之後 繼續第三個任期執政 而他所面臨的挑戰 除了美中博弈奪勵之外 堅持清零政策跟經濟成長兩難 也將成為考驗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習近平挨家挨戶走訪 聽訴求 某方案統籌推進 五位一體 習近平第三任期 在掌舵前 大陸官媒領航官宣片 描繪習近平帶領大陸 重新啟航 揚帆奮進新中城 從十九屆七中全會公報中 點名習近平的兩個確立 撲下大陸2025年的遠景目標 展望經濟實力 科技實力和綜合國力 實現大幅要升 大陸也將遵循雙循環的經濟政策 來因應中美貿易戰變局 五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審時度勢 守正創新 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團結帶領全黨全軍 全國各組人民 有效應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 根據《紐實報道》 習近平曾表示 時與事在大陸一邊 東升西降將是未來大勢所趨 而川普與拜登政府在技術出售 人權和台海議題上的重重分歧 激化美中間的關係更趨緊張 外媒也指出習近平下令解放軍 在2027年前具備武統攻台的能力 紐實評論指出習近平論言行舉止 或施政方針都效法毛澤東 顯然已是翻版毛澤東 隨著我們去的次數多了之後啊 我感覺就是那種 誰還不在自家院子裡 轉一轉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的領土 一種沉默的宣誓 大陸大規模清零防疫政策 爭議連連 多個一線城市運轉遭到阻斷 不僅嚴重影響經濟成長 嚴格的防疫管控 日复一日的核酸點測 強制隔離甚至封鎖城市社區 外媒指出大陸防疫 是望不到盡頭的愚蠢 分析師更指出 習近平堅持的清零政策 2023年將備受考驗 並攸關大陸經濟成長 習近平第三任期在外交內政上的重大關鍵 都與中美角力博弈和台海情勢 四四相扣 大陸過去十年整軍金武 實力大幅提升 外交上借一帶一路經濟合作 影響力在中東南太與日俱爭 但美國的維度從外交聯盟到科技上 試圖斬草除根 中美相互間的攻防 攸關全球未來發展 記者陳里斯波了 要來科普一下 這個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不傷人體 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 可以乾脆把生成機 埋回家自己來使用